像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也會給各位做那個問卷 那實際上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ASP大內紙寫啦 不過有的時候我說真的 殺雞 有時候不需要牛刀 那簡單的東西的話我就盡量簡單做 可是呢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很簡單但是問題很多 比如說像什麼呢 像我剛剛講講到就是說比如說我查看其實表單像你們 可能如果有時間的話也可以try一下這個表單其實非常好用而且他的database之下就是試算表 他就是把資料 試算表當成一個database存放 所以你在處理資料的時候其實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那ASP大內紙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比較麻煩 的地方因為他如果你是後端是SQL Server的話 你要撈資料當然沒有像雲端這麼方便 然後不知道未來有沒有可能ASP大內紙 他可以把資料寫在一個 Web Web類似像那種雲端版的那種 Office Office裡面也有Excel 如果他可以直接把資料放在那裡面的話 那這樣應用起來會更有彈性一些些 尤其在台灣中小企業 其實台灣中小企業很多地方 都不需要用到那麼龐大的資料庫 可是 大部分你會發現 你還是非得要買而且有的甚至買到Oracle去 有些有些其實根本不需要用到Oracle 還是用Oracle的東西 那有些東西其實 簡單做就可以 那比如說呢我們把這個這個這個像 我上個禮拜 怎麼都這麼久 我們這表單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 他提供了幾個我可能會用到 比如說像 文字 文字他單行的文字 還有就是說多行文字 比如說還有就是說那個 單選 複選 大概我用到的大概就這幾項 那不過就像說 如果使用者他要填一個日期的時候 就沒有結了 那時候就想說日期怎麼辦 因為我不可能在 這個表單裡面 然後去產生一個什麼 類似像Karen控制項 所以後來我就 只好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在上面有個註解一下 註解就是請你用格式 格式地方的話 跟他講說請你 範例 有沒有 冒號 請你用這個範例 就是 一般人還是可以 看得懂 雖然不方便 可是 他還是會照著你的範例去做 我看好像大部分人都看得懂 所以 給我的資料大部分也都是OK的 另外 他 這個出來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就 就是有一個標題 所以我在做這個問卷其實非常快 一個標題 副標題 裡面的話有個 這個 這個